花莲致命赏金据点十梯港停靠的赏金船 17号凌晨突然起火 海巡十梯安检所人员发现后 先取出灭火器要灭火 但火势太大难以扑灭 消防队赶快前来支援 而火势已经没有办法收拾了 还延烧到另外一艘赏金船 而这两艘船到价大约有2600万元 是25年前花莲第一艘赏金船 至于发生火灾原因 有关单位正在进行调查 17号凌晨3点39分 海巡十梯湾安检站人员寻港时 发现两艘停靠在十梯港的赏金船燃起大火 立即拿出灭火器灭火 因为火势过大没有办法扑灭 马上通报封兵消防分队派员前来救援 封兵消防分队货报之后 立即出动三车四人前往救援 由于火势猛烈 人员立即在岸边布水线灭火 一直到4点45分才把火势给扑灭 而两艘赏金船已经复制一具 初不了解海巾一号船是起火点 因为火势猛烈在波及到并排停靠的海巾号 3点44分发现警察为该船海巾一号有冒火情势 随即索取灭火器做个初步的应处 另外通报封兵消防分队及港口派出所到场协处 那于清晨3点58分消防人员及港口派出所人员 抵达现场协处后火势在早上的6点40分控制住 那在灭火期间无发生人员伤亡情形 初步发现的时候是只有一艘船为海巾一号 那在50分的时候3点50分的时候有蔓延的情形 石铁渔港赏金是花莲推动海上休闲娱乐的起源地 暂时大火烧毁了两艘赏金船 这两艘船的造价大约是2600万元 也是25年前花莲第一艘的赏金船 而发生火灾的原因 有关单位正在进行调查当中 大花莲新闻石铁港报道